三月三十日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找到的 据悉电影追凶 讲述了由王宝强所饰演的变态杀手 制造出的连环凶杀案 在由刘青云饰演的警探 缜密的调查中 终于从儿子的童话书中发现线索 却发现自身早已危机伺服的故事 而谭吉首次挑战惊悚片 颠覆遗忘形象的话题 王宝强解释道 因为观众呢 决定是看我以前的作品 这个印象呢 就是比较以前 挺深的 所以我就在这个 我以前出道 其实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说 我觉得也应该去尝试一下 不同类型 不同的这种角色 所以我正常就这样的机会 而且这个角色 人物也能体肤 而且里面 确实变化挺大的 挺大的坚固 所以说 我也喜欢 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观众看之后 能够一个 出今 出今认识一个 另外一个王宝强 发布会现场 首次公布的预告片中 王宝强的惊悚混容装 以及紧凑节奏下的血腥场景 令人不寒而栗 谈及该次 在剧中所诠释的角色时 宝强太极次的回答 也令答案 扑朔迷离 谈及两大影帝的首次合作 两人似乎都很乐在其中 说到二人首次见面的场景 刘青云更是 绘身绘色地表演了起来 略显夸张的语言 更是透露出 对于王宝强的赞赏有加 那后面音乐 不然会是 清八 耀 People 我觉得王宝强 对这个角色 看起来 对感 hablar Jon Ana swollen 黑白 开始在里面上